亲爱的实业老师 女孩总是常意起那个在风中飘摇的风筝 那是小时候 爸爸抓着她的小手 用简单的彩色卡纸 还有竹块做成的风筝 她画上老虎脸 妈妈又在风筝尾巴加了一列彩色纸带 随风摆动起来更好看了 小女孩抬头仰望风筝在空中飘扬 好像鸟在飞翔 她跑着 唱着 叫着 就算不小心在地上翻滚一圈 爬起来依然大笑 那是她生命中最和美 最美烦恼的日子 想起曾有过这样的幸福 她就能好好的微笑 若你读后也微笑 都名山 她有微笑过吗 没看过 没看过 怎么感觉她好像有点不安呢 你今天这么早回来 总编让你回来写稿 我们总编把我开除了 不要安慰我 是我自己努力不够 但不能听你现在不要跟我讲话吗 居于你被开除还要几天 不关你的事 那你被开除之后 有什么打算呢 我会找到实业 总编让你回来写稿 我们总编把我开除了 好吧 就敢这样就不能把你挽回了 林山怎么了 实业回信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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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终于回信给我了 她说什么 她说什么 杜小姐你好 我愿意替你的出版社 专写特価 我愿意替她 我要看她的 我愿意替她 我愿意替她 好吗 她那么开心 太开心了 实业传统已经给她了 真的假的 明神太棒了 很开心 实业竟然回我信了 而且我原本以为 她根本不会看我的信号 但是她居然回信说 会帮我们出版社撰写特稿 特稿 而且是实业 真是这么不容易的事情 她竟然会答应 真的是太奇妙了吧 不愧她是我最崇拜的作家 我真的很爱她 对 不过 那跟妳要继续找她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不只是我公司要求 也是对我自己的承诺 反正等我充保店 我要继续找她 不是吧 她都已经答应帮你写特稿了 这件事情就应该这样结束了 但我的挑战还没有结束 我要找实业 我就一定要做到 你这算是一种强迫事吗 也不算吧 反正我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就绝对会做到 像你这种 努力到极限 努力到精疲力尽的人 实际不应该失去工作 所以我建议你 她虽然会急迫 但我还是提醒你 既然实业 已经答应帮你转写特稿了 你就应该拿这个 去跟你的出版社重新谈判 懂吗 有道理 我会试试看 谢谢你的提议 你都快十一点了 怎么还不回家呢 不对啊 我在干嘛呢 你只要坐在阳台 眼神就会往隔壁飘 你只要坐在餐桌 眼神要往隔壁飘 你一定尬意那个东西